字幕志祥 好,歡迎大家收看《開麗見我》 你身為爸爸,我覺得你的分享會更重要 你先說吧 因為越關心會否反而變成一種壓力 有時年輕人,你不要問他那麼多 他問你什麼,你就可能快點給他反應 但是你問他什麼,他可能會覺得你很煩 可能是很煩和很煩的 很煩和很煩 可能會是這樣 例如你看龍珠,某個角色 如果你看《廣萬》 我看《天下話集》裡面有故事叫《風雲》 裡面《風雲》跟死對頭段浪決戰的時候 我有時經常代入這些,我自己畫功都不行 但我經常代入《馬榮成》、《丹青》 《丹青》就是他的編劇 很難度量的,你到最後打大佬 或者打什麼的時候 你怎麼來來去到那幾招 《馬榮成》,《風雲決戰段浪》 跟你說的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就是怎樣呢? 他就不是,譬如你有九成功力 我就是九成一,他不是這樣 他就把自己的功力,你不理他怎樣灌 大家也不要亂玩 他就灌入這個《斷浪》的身體裡面 終於我就灌爆了你 其實我不是打贏了 就是我弄爆了你 關心就關心,夠就好了 太關心就爆了廠 反而他更煩,壓力更大 沒錯,坦白說我們當然 我們不會將考試包括DSE 即是說成一個大限 但是你人生經歷過各種大的挑戰 或者壓力生離死別的時候 有很多心理學家都會建議 你為他留一個空間 或者為他留一個時間 其實對於… 我說到那些學生好像患者 其實當時我有 我個人的抗疫能力 或者抗壓能力 可能我對著Vincent 王永興我才是每週最歡樂的時間 糟了,他有看這個節目 其實我平時生活中 尤其你,譬如我一起工作過 我不是那麼釋放自己 鏡頭之後 是嗎? 那個是嫁了 我覺得你很豪邁奔芳 鏡頭前,尤其跟你在這個節目 所以有時你留意到一些朋友 尤其是年輕人 他不是太釋放的時候 有些人就流行說 你講吧,你講吧 你快點講吧 即是那種東西 叫他盡數心中情 吐出來那一刻 有時他就會… 吐了 即是太盡了 那些支持或者那種鼓勵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挺複雜的課題 因為年輕人的心理 每一代都不一樣 譬如說如果我們說回 全球化的一些現象 就是有所謂雪花世代 雪花世代 Snowflix generation 甚至乎雪花學生 那什麼叫雪花世代 或者雪花學生 就是有沒有見過落雪 也好 聖誕節總見過那些雪花 然後落雙手就會化了 化了、溶了 即是很脆弱的一個世代 現在有很多教授 受雪花世代的苦 譬如說有一些法律學的教授 就讓學生投訴 投訴些什麼呢 而且教務方面 覺得也有道理 最慘是覺得有道理 有道理 即是可以坐進去 所以那些教授 就覺得為什麼 有很多問號 因為他教刑法的 即是犯法 刑法可能會教性騷擾 教強姦、判刑 有些學生 就覺得那個教授 為什麼不預先提醒他 你會教這科 即是本課內容 牽涉暴力與色情 敬請同學留意 是 就說你不說定給他們聽 是 你一教下去的時候 你教堂說這些東西 是 是 那我搞錯阿sir 那他們就投訴阿sir 我以為你說搞錯阿sir 那支錄音筆和我的錄音機都未放下 我拍下它 這樣 因為太複雜 仔細鑽言 是啊 現在那些阿sir很苦惱 譬如說 如果他講述黑奴的歷史 有些非洲裔的同學會覺得 你現在是不是創傷我 那個民族的歷史 那些阿sir就說 我教歷史 那我不能不教這段 明白 變成有很多教育界的事情 就說 其實用不用 因為我們教育界 這個理論上是一個自由討論 思想奔放的一個殿堂 如果你要我限制著這件事 那天又要有提示 那我們又怎樣去做學術交流 又怎樣教書 都會有這樣的討論 就是雪花世代 給了阿sir的煩惱 他們感覺上好像很脆弱 我明白原來 Wincent興說這個雪花 一方面它很漂亮 如果你有學過物理或數學 就知道 它一定是某一種幾何形狀 究竟是什麼呢 大家回去了解一下 另一方面 說起雪花 就是以前阿sir 蕭生叔有一套名劇 叫雪花神劍 是 他是把那種妻美 同時把那種剛強 混合在一起 我以為你說阿sir 有個明星的名字 叫雪花 喂 我想說 由你搶走他的對白 真的嗎 他真的是一個公主 是嗎 是嗎 是一個公主 所以你說 由阿公主那個年代 公雪花小姐的年代 一直到現在 雪花或者他所帶來的標籤 有人就看到他殺那的永恆 有人就看到他的所謂脆弱 以及連我的手輕輕觸碰你 為什麼這個譬喻很好呢 就是因為你的手觸碰他 你的體溫 其實我不是想毀滅你的 但是如果你太過不受得的話 我碰一碰你 你就散了 剛才你提到的 例如包括法學 還有就是醫學 因為醫學裡面 會呈現很多的臨床心理狀況 更加不需要說心理學 其他你說說生物 各個方面 歷史就更加不需要說了 我記得就是我自己 無論是讀初中高中 還是大學的時候 其實人類的 那個叫cruity 人類的殘酷 殘忍 是歷史的一部分 以前我們讀中國歷史 或者文化 就比較自亂興衰 都是唐中宋祖那些 但是我讀大學 即是90年代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所謂 所謂分類 將不同的內容 成分分 就不再用朝代地域 剛才說的人類的殘酷史 或者奴隸史 其實是很深刻 也是很關鍵的部分 但是現在有一種新的社會現象 叫做新的 或者另類的 所謂反自由主義 就不是一種自上而下 top down式 即不是說有哪一個 強權 他不讓你說什麼 而是說在社會上 你會發覺 我們做學術 或者做媒體 有很多禁區 你這樣說 譬如我甚至是收過 不是警告我 有一些是聯合國 你知道是否有角色 個人的組織 叫我們說 不可以說salesman 是嗎 因為有一個man man salesperson salesperson 或者其他做法 銷售人員 銷售人員 很多這些事情 其實是近似的 就是社會 能夠承受到這些所謂的爭議 變得越來越脆弱 尤其是在美國 或者英國 美國更深 就是說 那個種族 大家經常說要政治正確 很PC Politically Correct 現在 說花世代再推遠一點 就是說 你有些問題不應該問 問也不行 不應該問也不行 比如說 你不可以問一個非洲裔的同學 你是不是跑得很快 牽涉到種族 對 然後你不可以問一個印度裔的同學 你瑜伽是不是很傻家 你也不可以問一個中國裔的同學 你是不是會打功夫 這樣也好一點 或者數學 你數學很好 應該 這樣 全部瑜伽 現在都會當是一種大有其事 不好意思 我真的打斷你 你這句話真的冒犯我的 因為 不要說作為一個中國人 作為一個地球人 許禁的數學 都是數一數二的差 不是吧 所以你這樣問的時候 因為你有定型 你覺得中國人是數學好 你覺得非洲裔就跑得快 所以當你一問 就有所謂冒犯的成果 但是這樣很難溝通 很難溝通 最慘的是什麼 有一間大學的中國同學會 特意搞了一個展覽 就說你問這些問題 就有機會冒犯到中國人 怎料這個展覽 被人說是一種狀態 一定是問這些問題才冒犯 可能其他問題也冒犯 所以就很難溝通 你真的覺得太有徒利了 連我們想怎樣解釋給別人 那個行為本身也有機會冒犯到人 你說是不是很完 完都不得了 所以也有些教授就說 算吧 其實你進來大學 希望學習 你為何自己 困住自己 自己製造 自己製造自己 為何不讓自己 去接觸不同的東西 他們就說 不如你想想 究竟那段歷史是怎樣 知識的發展是怎樣 那個才是重點 明白 歡迎收睇一開來見我 無論是我所謂的Cert Level 會考的時候還是A Level 我考經濟的時候 都考得相當差 後來我也不知道為何 我可以讀經濟史 說出來有點慚愧 但今時今日我們讀經濟或經濟史 就更寬闊 因為所謂的全球化的時代 環球的時代 即我們的新生代 已經是千禧世代 在全球化的氛圍之下 去成長出生 已經是全球化 所以今時今日我們討論經濟 不能跟環球的局勢分享 今天我們很高興 請到Steven和黃元山 我上來請教一下你 別這麼說 尤其是如果你跟我說 中國大陸或歐洲英國經濟 我皮毛還是比較適合 但美國坦白說 我真的很不熟悉 都向你了解一下 有幾件事 第一個當然是我們香港人 對數字最恐感 其中一個就是所謂美股 特別是道指的熔斷機制 之前大陸類似引入過 內地的證券市場 引入過近次的一個機制 當時都被人說 華蟹都算是近10年 其中一個不太成功的 金融經濟政策 但不是很多人留意 其實這個概念 其實是來自於美國 和當年香港也有些關係 因為80年代的股裝 我們都有經歷過 80年代 87年那次 我想Circuit Breaker 這個概念 也不是一個新的概念 正如你所說 坦白說 這次的波幅大到 熔斷機制 在短時間外 有這麼多次發生 其實近來一段時間 也開始有視場人質 對嗎 在談論會否 甚至當年香港 是停了幾天 現在有這個說法 但當年香港停了幾天之後 究竟… 也很糟糕 也很糟糕 這些事情一定有正面和反面 有它的好處 好處就是人們會否一時恐慌 或者在機制上 系統上讓他們冷靜一下 之後會否更加理性 市場會比較平靜 但如你所說 另一方面 人們更加擔心 就是會否… 其實是更害怕 對 不管你是多熔斷幾次 或者… 甚至停了幾天 即大家都想拿錢走 你不讓它拿 更加造成 所謂逃生門走火境的效應 所以… 究竟事態發展如何 現在的問題 當然就是… 它現在的市場的波動性 不只是在於 所謂的流動性的問題 不是所謂的系統性的問題 也不是所謂的 金融短缺的問題 你知道有時候 之前那些金融危機 通常很多時候 都是所謂的周轉不靈 市場有些… 我們稱為失敗 或者運作得不暢痛 現在… 很問根無關 現在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在某些市場上 可能有 譬如… 很多人現在擔心 譬如我們每天看 股市就更多人看 但更加多人擔心的 就是債券市場 特別是美國國債 現在的債息 已經由… 之前是兩厘多 一直跌倒… 甚至跌穿0.5% 不斷在0.5%至1%中間 發來發去 那個發的波動性 是歷史上罕見的 即是百分比 每天炒債市 炒股市那樣 那個波動性是很大的 更加突顯了債市的流動性 剛才提到 金融市場 有一個所謂流動性的問題 譬如你定價出現問題 定價難去找 或者供求雙方 不能夠很快 能夠銜接到本來的債券市場 甚至可以比股票市場 更加流通 特別是國債市場 但發覺流動性 出現這些問題 是令人擔心的 所以有部分是因為這些市場因素 即我們所謂金融的機制上 我們是留意擔心的 但更加大環境 當然這次股市的波動性 和大環境 即所謂疫情 所帶來的經濟能見度 比較低 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你說這些熔斷機制 能不能夠解決這些大的問題 甚至能不能夠解決 現在就是說 其實一些金融市場 特別是債券市場 我們所擔心一些流動性的問題 都未必 所以似乎有不少的問題 潛在在下面 明白 我們剛才提到 美國國債 就是那個債息的問題 或者現在資息 各方面的東西 亦都提到流動性的問題 各方面 可能不及整個大環境 的環境 這裏其實是牽涉到 利率 或者嚴格言 是定利率的機制 有人幾次 第一個 一開始都是對面海 大洋比岸 不過隔著大西洋 包括英良銀行 歐洲銀行 各方面 就是議式會議 各方面都先拋開 快要減息 而且一減息 很誇張 以前我們一直都討論 不要減半厘 四分一已經算差不多了 一來就不是 一整厘整厘去 這件事當然令人驚訝 二來就是聯儲局 其實也有 最近進入到三月 都有這樣的反應 但是有人說 你的息越減 其實是越害怕的 有點像 我不知道跟抗疫是否有關 就像是退燒 那些退燒肉 你不能不斷吃 有人就說 你的退燒餅 我當作減息是退燒 你的退燒餅 是有吃嗎 不是有吃 而且越吃越重手 其實反而令到市場的緊張 甚至無恐慌的氣氛 是上升 你怎麼看聯儲局 在過去幾個星期 或者其他央行的作用 是的 你用退燒餅 我甚至從2009年開始 我都說這些是以毒攻毒 以毒攻毒 更嚴重 即是說 QE 現在開始重啟 對,美國有QE 量化寬鬆 剛才你提到的減息 減息完之後 到零 你就唯有去大手做 引銀子 買債 量化寬鬆 為甚麼是以毒攻毒 因為第一,不是保品 引銀子不是對經濟 健康有好處的東西 現在正如你所說 但在他手上 大家看到他的工具箱裡的工具 都能夠拿出來 都已經拿出來 現在擔心 其實當時從2008年 還未推出QE 大家擔心 你選擇零式 沒有再工具 很害怕 S&P500跌到667點 當時他就拿了QE 這把新的工具出來 然後市場從此沒有看回 但現在的問題是 QE 你去到差不多零式 你就再拿QE出來 但再拿QE 可以做多少 藥效有沒有以前那麼大 因為現在的QE 跟當時的QE不同 因為當時的QE是第一次使用 這些像你所說 這些藥的東西 就是你越用越過 邊際效用越來越低 抗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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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否能夠 炒上去 跟剛才我們說 他能夠治療的 就是一些市場系統 出現流通性的問題 可能會解決到 譬如你說 債市沒有人買 聯儲局去買 那就解決了 就是說他有定價的能力 他有買債的能力 但問題就是 你解決不到一個所謂 我們現在說的 不是金融停頓 是說經濟停頓 是一個更加宏大的事情 經濟停頓 坦白說 金融危機 通常是金融停頓 就像心臟病一樣 突然之間 像心臟病一樣 像心臟病一樣 突然之間來 但是經濟停頓 我想所帶來的影響 現在就是整個市場 大家都在想 究竟影響有多大 明白 但是這裡也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 有沒有可能 我們應該要再 不是多探討 這節最後一分鐘的時間 會否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因為坦白說 你印銀子 其實等於 美金變相貶值 印銀子 以及你買債各方面 都是 等於所有東西 政府就摟了它 但問題就是 剛才提到美國的國債 其實它不是一件純經濟的事 坦白說 其實是有政治的意向 當然 就是你那些 美國的國債的息口 你的知識 以及之前也出現過 知識倒掛 不止一次 無論是十年期 和超短期 還是一兩年 那個惡性傳懷 會否就是 你美國越是這樣做 外國的投資者 越是對你美國 甚至對你美金的信心 其實是會被削弱的 因為其實國債是反映這件事 所以這裡 最後半分鐘時間 你有甚麼看法呢 絕對是 現在的美元是環球的貨幣 所以它不斷印銀子 不斷借錢 都仍然債市還未倒閉 就是說 通常你知道 它沒有打算還債 是 沒有打算還債 通常債息會飆高 不是 原來它越借得多錢的話 竟然利息越低 當中牽涉到很多問題 我們可以回來再說 明白 很感謝Steven和黃元先生 我們回來再問問 不僅是美國 也說了我們中國和歐洲的情況 好 歡迎回來開尼見我 上一節我們請教經濟學者黃元先生 從幾個方面看美國的經濟 都是比較宏觀 我們不只是看道指的升跌 整個熔斷的機制 然後牽涉到美國的食口 當然這個食口 現在比較擔心 尤其是我們這些IER 所謂的宏觀經濟 就是覺得美國的金融管治體系 或者維持秩序的體系 就像你所說 有幾個工具 別人覺得那個所謂的編制效益 或者編制的匯報變得越來越低 有些像我們用藥的抗藥性越來越強 甚至我覺得更加絕核一點 我簡直不是抗藥性 那些藥本身是有一定的副作用 甚至是毒害的 但是這次令到別人有一些出意外 就是說其實病毒的源頭在中國 到現在無論從傷亡的人數 從影響的地區各個方面 仍然中國和外國都是一半一半 但是為什麼看上去整個金融恐慌 或者在經濟上各方面的衝擊 對於美國為什麼好像這麼突然 坦白說我也意料不到 美國就好像隔著太平洋這麼遠 以及美國 例如我們之前看的 無論是證券市場 還是它基本的經濟面 例如我們看就業 看通脹 看各個方面 又可以的 其實這件事對於Steven來講 長期對美國經濟這麼熟悉 美國現在眼前的狀況 對於你來說是很突然 還是其實不是的 有些事情之前都潛藏了 我想有近因有短因 正如你所說 我自己看的 近因當然是整個美國的市場 人士對於當時的疫症 蔓延的能力是低估了 我記得當時 一開始 一月底 中國那裡爆發的時候 美國的股市也有點波動 但很快就V型反彈了 還彈得很厲害 還彈得很厲害 當時所謂的危機意識 我覺得市場人士不太強 但是原因我覺得更加重要 我們平時一般說 所有的金融危機 其實跟甚麼有關 其實是跟槓桿有關 那個槓桿是甚麼 當時譬如你說2008年 那個槓桿就是在 譬如老百姓借錢買樓之後 蔓延到金融很多機構的槓桿 都是很高的 但是經過這十幾年 金融機構的槓桿 是減低了 譬如美國這樣 當然現在說美國會否變成負利息 負利息對金融機構也不是好 但是這個未知 不過現在的槓桿存在哪裏 就存在在美國的企業 特別你知道 現在美國的債市裡 企業債市裡 有一個不少的比例 都是一些叫垃圾債的東西 而垃圾債這些公司 你們知道在過往 錢多就是人所 沒錯 過往十幾年 在錢多的情況下 很多人都勇去買高收益的東西 高收益其實就是高風險 高風險 高風險就自然是 而且很多時候 人們借錢去買這些東西 大家都是追求的東西 你看到這次 我覺得那個弱點就是 如果你看回整個經濟系統 當你經濟停頓的時候 第一個受到衝擊 就是企業的現金流 賺不到錢 而企業的現金流 當你受到經濟衝擊的時候 也轉化成為 它本身借了錢 還不到錢的金融衝擊 這個金融衝擊本身就是 看現在這些企業 它真的借了很多錢 那個槓桿比例這麼高的時候 你經濟一停頓 我說真的 一兩個月的話 這些企業就很多是 開始不行 這些企業一不不行的時候 就算現在特朗普 說那些 Emergency measures 不斷賺錢下去 但是你知道 長篇難顧 就是救不了那麼多企業 是有那麼高槓桿的情況下 我相信這個就是 由經濟危機轉化到金融危機 就是說金融危機本身 如果它的槓桿不是那麼高 不是累積了十多年 那些企業在股票市場 可以不斷購買自己的股票 在債券市場不斷發 無論是很高槓桿的債券、垃圾債 借用貸款等等 其實不會累積這個恐慌性 是 恐慌性就是在於 本身的市場 槓桿已經這麼高 即是說 其實已經是 我們稱之為的 循環比較高 槓桿也比較高 其實底子 表面上的數據好像很好 但底下 就像是一個 紙包的巨人 即是很薄的皮 只要皮一穿了 其實裡面的餡料 其實是發大了 裡面的餡料 不是那麼強 所以現在的擔心就是這裏 究竟今次的所謂的 deliveraging 其實因為經濟停頓 所引發的去槓桿化 可以玩多久 而去槓桿化 上次是金融去槓桿 就是印銀子解決的 是 經濟去槓桿 是 印銀子就未必能夠 那麼快解決到 所以現在他們就說 快點搞財政政策 Fisco 減稅 不收稅 或者政府開支 但現在赤字也是很大的事 對 再谷大的赤字 再谷大的債 再用他的銀子 再去買回自己的債 這個遊戲玩了十多年 也可能還可以 但如果這個龐大的經濟體系 你靠政府不斷財政政策 去賣赤字去救 而買回自己的債 去保持財政策 其實是左手交右手 都是美國政府頂住的 不過呢 我相信 我對最終 像你上一節所說 就是它整個 美債的信心 美元的信心 美國的金融能力 或者信心 是會有些受損的 明白 就像Steven所說 我們回顧 改革開放初期 大概八十年多小時 即是內地的企業和金融體 是三角債的問題 幾乎令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業 中度出現一個很大的衝擊 另外一個就是 說到美國 過去大概二十年左右 其實那個國力透支都頗嚴重 我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不夠二十年之前 美國的經濟是大 但你留意美國的人均的GDP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 跟其他西方國家 譬如歐洲和日本 是差不多 甚至比日本還少低 過去二十年最大的分別 就是美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為何可以逼得 比日本大 比西歐大 其實跟美金這樣發 有一個很大的英國關係 說到這裡 有人說 但是很無奈 第一 就是那張Green Paper 那張綠紙仔 是別人美國印的 歐盟不能印 中國不能印 說完美國 說完中國 始終去歐洲 有人說歐洲幾次都是最慘的 其實又不是 它又不是中心 譬如當年的金融海嘯 其實主要是防利美 防地美 像我們所說的 紐約那邊 今次的疫情 其實又是亞洲 尤其是中國的事 搞到它這麼大件事 有人說 到之後的復甦 其實跟今次的疫症 對長者的健康衝擊 因為歐洲是最老化的大陸 所以無論鎮央是中國 還是美國 到最後最難恢復的 都是歐洲 但是其實 香港人跟歐洲 無論是投資 各個方面 其實關係都很緊密 不是比美國低很多 歐洲 會不會 就是像我剛才所說 雖然這件事的源頭不是你 但最終最傷 可能是歐洲 比中國大陸 比美國更傷 有沒有可能呢 歐洲這個就要繼續 繼續觀察下去 荷里華齋最大的疫情的關鍵 就是在歐洲 因為荷里華齋、意大利 人口老化 本身的醫療系統 已經是左根右絕 但是有這麼多危急的病症 會不會令到 當然健康有影響 剛才我們說的經濟 去到金融 坦白說 如果看整個歐洲 在金融海嘯到現在 跟美國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的復甦能力 剛才你說的 無論是金融機構 你看它的股價就知道 例如德國銀行 德國銀行 JP Morgan和德國銀行 你可以看到金融系統的 復甦能力分別 德意志銀行也一度很厲害 一度很厲害 很不幸 所以你說它經濟復甦能力是擔心的 所以我想要繼續去觀察 明白 我們三大貿易夥伴 美國、歐盟、中國、大陸 都是這樣 香港其實是否在 現在不是說金融風險 金融風險的管控 其實我覺得香港 反而不算太差 我們今次訊息 Steven上來 最後一分鐘 你覺得是否整個經濟結構 未來其實 這未必是一個短期的變化 是我們有些事情要長期適應 是 如果我們的金融系統 是應對普通的金融危機 是應付到的 但如果這個全球經濟實體的事件 對我們經濟的衝擊 之前譬如政府說 未來五年 它打算是 實質增長仍然有2.8% 這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如果沒有的話 這不是一個所謂金融事件 是一個經濟宏觀的事件 否則是香港 是全球經濟的事件 所帶來對全球金融的衝擊 對香港經濟的衝擊 之後才對香港金融系統 這個又要用多幾節 來講講香港金融系統的穩定性 但我覺得 如果面對這麼大的經濟 全球問題 香港當然需要打醒12分精神 是 清楚 很感謝Steven王元先生 從宏觀到微觀去講 一個結構性的變化 一個新的經濟時代 新的全球化時代 似乎已經來臨了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民眾 我們的企業又準備好了嗎 歡迎收看海寧教室通識篇 今集我們會和大家說 我和許博士都非常關注的動物議題 沒錯 Maggie 聽說你非常大膽 曾經和禽莎一起游泳 你是很喜歡動物的 我想到有一項工作 其實很適合你去做 真的?是甚麼工作? 是否可以經常接觸到 可不可愛呢? 坦白說是見仁見智 更加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膽識 我是很小膽的 為甚麼呢? 這份工作是由印尼的保育部門手掌 親自自己掩腰包去請 為了拯救一條鱷魚 對 在印尼的蘇拉威西島 一條鱷魚 他就在四年之前被發現 他竟然被一條十四吋的車胎 纏著頸 不過那條鱷魚非常大名 經歷過地震 又經歷過海嘯 他仍然能夠繼續生存到現在 他的生存力很強 其實之前都有人試過 嘗試去救牠 但也並不是那麼成功 約了兩年前 有一位動物保育人士 兼且自稱的動物傳心師 這位人士嘗試幫鱷魚 脫車胎下來 不過他的動物傳心術 似乎不太醜效 因為他的行動 最終都是失敗告終 而在同一年 亦有個義工 曾經嘗試用一隻雞去做利 希望吸引鱷魚上岸 再幫牠脫車胎下來 不過同樣都是失敗收場 看來每個方法都未必有空 還要偷雞不到蝕渣米 雖然他不是想偷東西的 由於鱷魚身體會不斷長大 車胎越前越緊 鱷魚更加在2018年 被發現有喘氣的跡象 所以當地的保育部門認為 是有必要儘快幫牠脫車胎下來 否則會有生命危險 所以這個保育部門的首長 都不惜自圖腰包 雖然他沒有透露過獎金多少 但他都很希望有儘快有勇敢的人 來幫忙拯救鱷魚的生命 不過他強調不想找一隻鱷魚的人士幫忙 希望找到一些野生動物的專家 來應徵 為甚麼呢 以免經驗不足的人受傷 始終鱷魚這麼大 擁有相當的殺傷力 那博士我很明顯就是業餘人士 我都不是一個野生動物專家 你剛剛還叫我去應徵 你是不是很不想在這個節目中看到我 當然我不希望你變成一個鱷魚的午餐 小點都不好 我說笑而已 因為無論如何 我們都希望盡快有些專業的動物學家 可以幫到手 否則這條鱷魚恐怕最終都難逃 被這個車胎勒死的騙運 其實除了車胎之外 各類型的垃圾 尤其是塑膠垃圾 其實都對地球上各種動物造成很大的影響 沒錯 塑膠垃圾在一個海洋來說 可以說是無處不在 之前我們也有些節目中提過 幾次都提及這個塑膠垃圾 怎樣影響海洋裡的生物 但今集我們所說的 和過往幾集有些不同 因為我們過去幾次說的 都是一般常見的海洋生物 但最近原來有研究發現 在地球最深處的海溝裡 有一些鮮為人知的海洋生物 原來同樣都會受到塑膠問題困擾 而且份量還十分驚人 沒錯 在王家學會開放科學的這本期刊上 發表的研究指出 研究人員在五個散佈在西太平洋的海溝 以及一個在南美洲西海岸之外的海溝 就捕捉到一些在海底 食複食維生的端竹類生物樣本 帶回實驗室做研究 結果竟然發現超過八成的端竹類 都在稱為後腸的消化系統中 有塑膠纖維和塑膠微粒 而且原來海溝越深 發現的纖維越多 那就糟了 而只是研究消化系統最深處的後腸部分 是有原因的 Maggie 就是要證明這些生物 是一早已經吃了這些塑膠 排除這些生物在捕捉的時候 才吃到這些塑膠的可能性 以免影響到整個研究的結果和可靠性 而在西太平洋深度可達12.2公里 馬利亞納海溝入面 科學家更發現 拿到的樣本 竟然百分之一百都有這種塑膠纖維 也意味著每一隻採集回來的端竹類動物內的內蠢 值得我們擔憂 這個發現與先前的研究相比 在接近海面的地方的海洋生物 反而它們攝取塑膠的火粒 比例明顯要少很多 也就是說深海的海洋生物 反而更加受到塑膠垃圾的影響 聽起來頗難以置信 但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 原來是一解釋的 原來因為海岸圓線的塑膠會變小 而且分散了 到了外海、紫外線和海浪會作用在塑膠上 於是海面就會回復乾淨 但是深海又沒有沖拆 亦沒有分散的作用 導致塑膠只會越積越多 所以Maggie可能有人認為 深海的海洋生物 不會對我們人類造成多大影響 如果是這樣想的話 就大錯特錯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體內有纖維的端竹類動物 其實是比較大的魚的食糧 而這些比較大的魚 又是更大的掠食者 他們的食物 科學家之前曾經發現 一隻擱淺的蘇瓶 浮開後 竟然在牆內的內臟 找到這種塑膠小火粒 亦足以證明食物鏈是這樣的運作 沒錯 所以Maggie 我們所自私的人類 污染了海洋 最後我們又變回吃塑膠的人 所以說我們人類一定要外護地球 減少產生塑膠的廢料 否則最終我和你都是自食其果 對 其實我們人類不僅現在 已經侵害動物的生存權益 原來發現自古到今 有不少生物曾經存在過在地球上 最終都逃不出要面臨絕種的命運 而原來他們絕種的原因 都跟我們的人類祖先有關 所以我們人類一直以來 都在地球上似乎在影響 其他生物的存在 沒錯 即是我和你 人類的祖先 我們人類現今和其他動物爭奪地球的資源 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遠在瑞典大學 最近有個研究 發現幾百萬年前 我們的祖先已經開始和東非其他動物爭奪一些獵物 研究人員分析大大小小的肉食性動物的絕種數字 又分析它的降雨量和溫度的改變 還有分析人類祖先 當中包括始祖地緣和南方古原的腦部大小變化 很有意思 研究人員發現生物絕種的數字和人類祖先腦部大小 原來有莫大的因果關係 反而我們一般認為絕種的主因 包括溫度改變和降雨量等自然環境的因素 就和動物的絕種數字沒有很大的關聯 這一點就有些意料之外 專家認為是因為我們人類的祖先 原來跟我們現在一樣 自古就開始和其他動物爭奪獵物 導致牠們不夠食物而且絕種 亦顯示人類不單止在現在 原來早在幾百萬年前 我們的祖先已經在影響生物多樣性 令其他動物絕種 我們這個地球上的角色 似乎不是十分光彩 這份研究也解釋到 為何幾百萬年前 開始有一些在東非肉食性動物的絕種率 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從此消失在我們這個南地球之上 有報告指出 未來幾十年 將會有近一百萬種生物 會面臨絕種的危機 而人類的城市發展 包括燒毀森林、捕魚活動等等 亦都在改變地球四分之三的土地 和三分之二的海洋 沒錯 所以我們人類 Maggie 必須好好反思 我們生活的雜性 在城市發展的同時 都要學會跟地球之上 其他生物共存 去保護生物的多樣性 持續地發展下去 這個南地球才是屬於每一個生物